表示去的意思 REPART 是百货公司 要去百货公司 请跟自己老师念过一遍 REPART 行く REPART 行く REPART 行く 请看例题二 ITSUMO どこで 買い物をする? ITSUMO 就是平常 通常的时候 ITSUMO どこで 在哪里? 買い物 买东西 中间的注词我们是O 本来是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省略 变成買い物 那么后面的还有一个の 那个の也是表意问词 那么它也可以做省略 那么只要把这个する 提高音这样就可以了 平时都在哪里买东西呢? 请跟自己老师念过一遍 ITSUMO どこで 買い物をする? ITSUMO どこで 買い物をする? いつもどこで買い物する 近所のスーパーで買い物する 近所就是附近的意思 スーパー是超市 スーパーで在超級市場 買い物する 在附近的超市買い物 請跟自己老師念過一遍 近所のスーパーで買い物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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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們看例題3 昨日ニュース見た? 昨日是昨天 ニュース是這一個新聞 見た?就是見ましたか? 看了嗎? 昨天的新聞看了嗎? 請跟自己老師念過一遍 昨日ニュース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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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見た? 嗯就是はい 見た 見ました的意思 嗯看了 請跟這小師念過一遍 嗯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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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看例題4 昨日残業あった? 昨日残業是加班的意思 原本是 残業がありましたか? 有加班嗎? 好變成普通形 残業あった? 昨日有加班嗎? 請跟這小師念過一遍 昨日残業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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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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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看立題5 ケッサー ご飯食べた ケッサー是今天早上的意思 ご飯飯 食べた 就是食べました的意思 今天早上有吃飯嗎? 請跟這小師念過一遍 ケッサーご飯食べ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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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食べなかった 嗯いいえ的意思 食べなかった 食べませんでした的意思 不沒有吃 請跟這小師念過一遍 嗯嗯食べ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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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看下面的句型 下面的句型呢 是這一個 イケヨシ 就是形容詞的一個普通題 修理 細太師念過一遍 剩下